我们再看到民进党立委 沈柏扬提案修法 就是立委到大陆应该报备许可 虽然遭这些党团联手党下 可是民进党打算继续来闯关 一起来看看 不只中国大陆 其实甚至包括其他的国家 都应该要严格的禁止 所有相关的官员或者民意代表 不只是自己本身 还包括你的二等亲 还有包括直系亲属 还有包括你的配偶等等 都不要到中国大陆去做生意 不要在那里交小三 然后也不要在那里职业 我觉得这样才是 比较没有政治或意识形态的一个做法 不要有双重标准 民进党所有人没有资格 对什么两岸关系说三道四 喊得整天抗中保台 但是真正有可能会出卖 台湾机密的赵天龄 民进党到目前是置若罔闻 而且沈柏扬之流 到目前既然你都想要修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了 为什么就每一种 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前面的国家统一 前几个字给删掉呢 就看民进党有没有种 没有种的话 那现在讲的越凶 只能够证明你们全部都是小闹闹 行政权去监督立法权 这本身就是非常的荒谬 当然我知道两岸关系是非常紧张 但是不就恰恰需要有一些人来做 调缓的空间吗 不然那在清德在讲什么 想要找习近平和珍珠来查 请问习近平会从天上掉下来吗 习近平肯怕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但是你继续搞台独 非但从天上掉下来的机会还比较高 其实你省办法心理安什么心 很简单嘛 你就是要把所谓两岸的权势权 还有两岸的主动权 完全要掌握在手上 那如果你这个掌握 你可以真的把两岸的主动权 掌握在自己手上也就算了 那事实上并没有嘛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两岸的问题 完全被中国跟被美国拿走的主动权 而你明镜拿到什么主动权 拿在台湾里面解释 解释谁舔共的主动权 才是你要的啦 所以在那边挂用头卖狗 可恶到几点 再来看到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星期天启程 他要出访法国 塞尔维亚 还有匈牙利三国 这也是他五年来首度访欧 而为了要展示好交情 这法国总统马克宏 将在他的第二家乡 来好好的款待习近平 这是恩乌开战 以及尾巴冲突开打后 习近平首度访问欧洲 首战就选在法国 法国总统马克宏去年访路 习近平高规格接待 甚至南下广州到习近平父亲的旧官邸 宴请马克宏 习近平这次访问法国 马克宏也特别安排习近平夫妻 到访法国西南部 也是马克宏祖母的故乡 安排在山间里的餐厅享用餐点 此举在中国与欧美关系紧张之际 颇有意义 首战就选在法国也别具异议 因为法国是第一个承认 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欧洲主要大国 这次访问也恰逢中法首次的太空合作 嫦娥六号登月 带上法国的研究装置 显示中法关系回升 不过外媒也指出 中法两国礼尚往来 背后暗藏的原因之一 是欧洲近期对中国 施加一系列的强硬措施 包括欧盟的关税威胁 连原先在法国销量激增的中国电动车 市占率从32%跌到剩下4% 习近平访问法国 也希望分化欧美对中国的抵制 拯救中欧之间的分歧 为了表达中方的善意 习近平访问前夕 世界知名的法国化妆品品牌 有望在中法元首的会谈前 对中国递出的进口新规定 也就是说要要求化妆品公司 分享秘制配方 才能够进口的新规得到松绑 记者孙艺珍报导 website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